六年级华文 第六课 暖心小铺 阅读与理解 第一题 为什么作者的爸爸把车停在一栋老式建筑物的前方 这是因为那栋建筑物是回外婆家必经的地方 爸爸顺道停下 让妈妈和经营就是杂货店的就邻居叙叙旧 第二题 妈妈挽着老奶奶闲话家常 以上句子凸显了作者的妈妈和老奶奶的感情如何 找出课文中其他相关句子 这说明了妈妈和老奶奶像家人一样 关系亲密 其他相关句子 A 老奶奶露出惊喜的表情 高兴地叫出妈妈的乳名 B 老奶奶见了 微笑着说 这是你妈妈的最爱 我拿一些给你们尝尝 第三题 第三题 为什么街坊的帮助让老奶奶铭记至今 这是因为当时老奶奶很无助 且不知所措 街坊的出现解除了老奶奶的窘境 第四题 第四题 如果当年老奶奶少了街坊的帮忙 她的杂货店会变成怎样 老奶奶的货品 老奶奶店里的货品很有可能被水浸坏 导致她面临惨重的损失 第五题 你认为老奶奶的杂货店是个暖心的地方吗 为什么 我认为老奶奶的杂货店是个暖心的地方 因为老奶奶平易近人 而且跟顾客的关系非常密切 时常跟街放话家常 让杂货店充满人情味 第六题 讨论老奶奶坚守杂货店的原因 老奶奶坚守杂货店的原因 A 杂货店是老奶奶经营了许多年的店铺 有深厚的感情 B 店里人来人往 有老奶奶许多的回忆 C 老奶奶的店铺给邻里 带来方便与温情 与街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第七题 我听后 望着陪伴妈妈成长的小店铺 渐渐远去 内心百感交集 以上句子透露了作者怎样的心情 作者对于杂货店越来越难经营 感到悲伤和无奈 第八题 朗读以下句子 注意儿话韵的读音 A 不一会儿 老奶奶露出惊喜的表情 高兴地叫出妈妈的乳名 B 我把小饼干往嘴里送 味道带点辛辣 却有一番滋味 C 啊 这味道一点也没变啊 第九题 辨识以下词语的含义 然后各说一句话 滋味 食物的味道 对于事情的兴趣趣味 我们几经辛苦才完成的作品遭批评 真不是滋味儿啊 味道 气味 异味 我喜欢水蜜桃的味道 所以可以一连吃好几片 相望 面对面地看 我和朋友相望 下一秒便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凝望 集中目力在某个物体 张华凝望着那幅画 仿佛在想些什么 仓皇 仓促 慌张 敌人吃了败仗后 如同惊弓之鸟 仓皇地逃走了 惊喜 又惊又喜 收到突如其来的好消息 让志华惊喜万分 对比较多的好消息 就会把两道交叉 但是不会很容易 所以我还要加个消息 你自己会发生的好消息